然后这边又是另外几个针孔拍出来的照片 这个是什么 原告戴手套以卫生纸擦拭主机上的水晶 它的水晶球 你去擦它的水晶 然后好 原告戴手套拿起电脑主机上的水晶 以卫生纸擦拭水晶底部 你都是 你戴着手套 用卫生纸还沾了水 去擦它的水晶 那这表示什么 他都会一直讲这些 我意思说就是为什么你会在意他摆的东西 就是第一个就是钟秀姐后我受伤了 我真的开始担心 是不是真的这个办公室他要摆一些什么东西 然后就在我受伤没多久之后 然后有次我进办公室闻到一股味道 然后我才注意他又新摆了一个水晶 然后他每次都会讲说 只要一有摆设一根洞 一有新政法其他人就会受影响 那我也不想我在这个办公室在工作 我得要遭遇血光之灾甚至遭遇不测吧 是 对我也不想 所以我那时候的想法是 我既然躲不掉 这是一个我每天必须要工作的地方 那好我想去正面解开疑惑 他是不是真的有在做这些东西 那你不能空口说白话 我跟主管说他摆这个我会受影响 我觉得我会怕 这样是你空口说白话 你要拿出一个真品十句来 那我那时候想说 如果我那时候闻到有味道 我那时候闪过的想法是 他是不是会用一些什么 泰国的精油 为什么会想要泰国的精油 因为他非常在意秦主播摆的大象木雕 那秦主播摆的大象 是那种四面佛庙 经常见的那种大象目标 他会说秦主播知道派大象来踩人 那他怎么会觉得大象可以什么 踩人 踩人 我没听过大象踩 我有听过大象是招踩的 对 但是他说秦主播摆 这个大象木雕 他说他觉得这个大象是会踩人的 他甚至会说秦主播的大象木雕 是不是有意图的还不放过他 他有次去动了眼睛手术之后 然后他的左右眼皮大小不一样 很失败 他说就是这个大象不放过我 大象明显是有意图的 就是他长期散步这样的说法 等于说 那他怎么不放更大的大象呢 这个事情是办公室摆不下 不是 那个也没有很大 对不对 亚兰姐 你闻到那个香味 就是你去擦水晶的木 擦他的水晶目的是什么 我想要想说 他是不是真的有用什么油擦 那也许你用卫生纸会有一些 留一些痕迹吧 那这样的话 我就可以跟主管去汇报 你总要有证据 我跟主管说 他好像真的还有在做这个东西 那你擦那个水晶球之后 有擦出什么味道来吗 可是那时候我真的不确定 所以那时候就想 又好像没有 可是又当下其实会有点不舒服 然后他旁边有个纸带 我在想还是那个纸带 纸带散发的 我去看 然后就因为他纸带是倒的 我还想说还是纸带里头什么东西渗出来 然后我就看一下 因为我在找 我不确定那个味道来源是什么 我就把它扶起来 看一下就把它放倒了 然后就这样 你把它扶起来看看有没有 对 然后那时候还拿着卫生纸 然后再把它 放回 放回去了 因为他原本是放倒 也许人家就想放倒的嘛 那你倒的 然后你把它看下来 又看不出 因为它里头是个包装的东西 然后就再把它放回去 然后就这样 然后所以第一次是因为我闻到一个奇怪的味道 然后后来第二次 这边还有一个 原告 就是你往水晶倒入液体 好 那我也跟大家解释一下 就是说 那个时候是他桌上又摆了一个新的水晶水 新的水晶 这是另外一个主播发现的 他派给我看的 不是我发现的 因为我签接到 又另外一个主播 对 有另外一个主播 他那个主播就坐他隔壁 那他不去倒就叫你去倒 因为这个真的也是 就是另外一个主播 他那时候我上班也遇到他 他就跟我说 他说自从古主播的水晶来了之后 因为他可能坐他隔壁 也许受到影响会比较大 那个 他就说自从他的水晶来了之后 我的桌上就经常出现小黑虫 然后他就觉得说 那个水晶是不是不干净 那他第一个就发现说 他除了水晶球 又摆了这个水晶水 然后他就去 他就觉得是不是有什么东西 他想去看 他去看的过程当中 可是这个水晶里头有深的 有浅的 他其实也看不出个所以然 然后他在查看的过程当中 那个水又不小心洒了出来 那我想那你也不确定 那就给人家加回去 所以我其实就加一点点而已 那怎么不是他去加 你去干嘛去包忙加 我就觉得我事后想想 你是什么星座的 那么爱帮忙 对 我会也觉得 就是可能也许我那个 然后我还被人家拍到 你还很玩玩 而且他怎么没有拍到 他把它弄出来 没有截图出来 因为法官的意思是 他们不是诉讼的当事人 我是 所以只取我的部分 对 就是说一般的人 因为当你心里有一些挂碍的时候 我们又不懂这个 总是会不会看到什么符咒 或者看到什么水晶正 这个那个到底是什么 你不懂的时候 总是会心里越来越害怕 对不对 这时候那个符咒代表什么意思 问老师 你不要问 我来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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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 那个 刚刚那个电脑荧幕上的 那个保安符 到底有什么影响 它算一个什么符 通常符 我们应该讲符上面一定 因为符它一定会有请神 所以神祂到底是请哪一个神 但通常会在荧幕保护程式上面 我们会觉得它是一个附身符 或是保 就是平安符 或是那个叫正宅符 因为一符就是这的而已 就是比如保平安 或是财符 或是正宅符 或是清静符的景符 所以符都是好的 没有坏的符 坏的符当然有 但是你要写坏的符 没有那么简单 所以一般来讲的话 如果你要请一个人放符 那个叫放符 那个叫索心符 收心符 就是因为你不爱我 你本来跟我是相爱 你不爱我 我要现在把你索心 把你钓回来 放符 对 那个叫放符 就把你钓到回来 把你收心 那个索心符 那也不是不好的符 因为我跟你有一个连结 本来就有连结了 那如果说这个符 他根本就不认识 譬如说现在的守符 那我如果会符 我不是就可以画符 让他来爱我 或是他把钱拿来孝敬我 所以电脑上那个符 有可能的 所以老师当你看电脑上那个符 是什么符 我觉得应该是护身符 之类 就是通常那种符里面 像我们有这个叫贵人符 就是能够让你遇到贵人 就是贵人符之类 那就是我如果说走到哪里 都能够受到人家欢迎 就是岩符 有那个叫做外岩符 这就是贵人符 就是我能够希望能够走到哪里 都遇到贵人 这个其实仔细看一下 就是奉天 然后有赐福天官 对 有招财同子 敬财同子 这个是好符 这个上面这个沟山沟 就是山青 是 那再来就是这个有时候就是 这也是护身符之类 这个是有 玉皇大帝的符 对 这个时候每年 差不多就是年初的时候 大家都会做 因为这个有八卦 富贵 对 百无禁忌 欧妈在买咪乡 就是你走到哪里 这就是护身符 通常护身符都是会 把它折一折 折成那个八卦型 有沒有 八角型 对 八卦型那个样子 所以画在皮夹里 这个就一年一张这样子 那这个就是财符 财符有分很多种 那这个就是我对我身材 就是我做生意要用的 奉五路财神 对 五方五路财神其来 天财 地财 流动财 对 财聚来对我身材 这个就是做生意人 在用的财符 这个就是财符 那这个叫做 除慧的就是景符 如果你觉得你好像 除慧的清净符 对 如果你觉得好像 你受到它那些符的影响的话 你就可以拿一张这个 那这个通常景符都是一定在洗 所以它一定要化掉 化成水 这用阴阳水来洗一洗 这个教授在洗的 这个静符就是说 静符不是拿来贴的 不是贴的 静符是拿来 就是说 比如说你刚刚的感受 你在职场里面 你觉得不舒服了 对 那可以用一个这个静符 那通常老师的做法 会把它烧化之后 然后用那个水 来净化我们身体 老师 当然它的怪就是看它的同事 对面电脑 你不知道那一张符大概是什么样的符 通常那一张符我觉得就是附身符 或是那个叫对我 就是贵人符之类 因为它怎么样 为什么它说你不能关我的电脑 因为它那个电脑会一直的轮动 因为电脑的程序 保护程序是会一直动一直动 会整个动 那它动的话 就是会启动这个符的力量 我觉得是这样子了 所以它不会对别人 产生不好的影响 就它那个电脑它会动 那你还没看到真的符呢 真的符有时候贴在风口 它不会一直随风 飘啊 飘 你还我怕死 我跟你说 符有的人说 认为好像黑色的符 黑色血白痣 那就是不好的 那不是 那是你请的神 如果你车白帝 它就白白 就是黑的 所以它一定是黑色的符 还有说是你这个符 这里常有火灾 因为你在化火灾 化黑灾 化火灾的 对 那一定是黑色的符 然后符 有时候就 你钓五羊就是五色符 五色符就五个颜色的符 那符很多 所以那没有不好的符 就是真的是害人的符 没有没有挑钢 去刺那吧 因为其实说 赴符的人都一定要有一个 一定要有一个叫做 有一个叫做有一个 受到一个牵制 所以赴符的人一定要 如果说这些符 你真的是不能用 我们有没有看过 有 一定有 因为那个赴符上面里面的符 整个万丈的 所以怎么不好 没有买符 一定有买符 是说我要让你 像那个有 以前说是那个 好像说 我去做装潢 譬如我去做装潢 这个老闆对我有说 我把他写的话 大针让他塞出去 有个大针要立钢 大针塞出去 或是说 把它画个死 人画的棺材 他这间就开始会死了 那个就是不好的 这符的意思 就跟我们贴春年那是一样 它是个印象 是个印象 对啦 没有什么深仇大恨 不会用到 用到坏的符 而且画符的人也不会愿意 用自己的去画这个符 因为你会伤他自己 那要损自己的 对... 损自己的那个不可能 所以他不会 除非说你愿意 做你这张符要叫我 那我来评估一下 譬如说你叫我三百万五百万 说不定我会去画这张符 但是我现在已经这么多花了 而且已经什么都有了 我要算你三百万五百万 我不知道要切到什么花 我不会去收你这个钱 所以现在不太可能 而且我也觉得 现在的老师没那么厉害 应该这么说 所以说再要用这样子的符 没人了 因为以前的老师的符 比较可能